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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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暴力的黑头牌是非常多的 好我们后面知道全是反贼 蟑螂看样子要完蛋了 这个乱舞一开 估计蟑螂就挂了 好这个小胖闪 然后有没有杀 有杀能 潮皮翻面 潮皮实际上可以选择翻蟑螂 如果翻出杀蟑螂不死 当然如果翻出杀蟑螂不死的话 有可能就被我们收了 结果小乔厉害了 这一个弹 把潮皮给弹死了 同时当收的三张人头牌 到了我们张辽手里 我们跟小乔美女配合的是相当的默契 但从此主族方也被打得够残的 就我们现在是最健康 另外两个人 小乔跟周瑜都比较残 这个绝对是好事 麻烦就在于主攻也比较残 小乔居然摸了一张 小乔是把黑桃的乐不死组 摸到了贾雪的头上 这把小乔发挥的是相当的好 结果乐不死组填过了 还讲刚刚想夸小乔的 这个乐不死组填过 直接导致了小乔美女的阵亡 这就是老天要收的 非能力所能改变的 但我们现在知道 内奸周瑜已经残了 狙授又丧心病狂的 把贾雪给收了 当然他不收 肯定是为我们九杀了 是吧 收的还是比较果断 小胖子还可以一个觉醒 回到凉雪了 居然不放全国吧 你只能顺一个 咱可以偷两个 咦 又不出牌啊 直接弃牌过啊 肯定是卡了 卡了 不要紧啊 这轮不动下轮再来啊 周瑜给了我们一个杀 我们肯定还是能够啊 这个使用的 因为我们这个方片的火杀 舍不得弄啊 这个小胖再次不放全 我们赶到任务客人 哎 不过他把狙授打了 呃 这成这个样子 咱也不跟他计较了 是吧 好 周瑜给我们的方片杀 起到了作用 这回来一个果断一偷啊 当一个铁锁连环 九 看杀谁啊 好 我们觉得橘兽应该是没有伞的 杀到橘兽身上蹦一下 咒语也完蛋了 张辽类 张辽钟啊 完成了二连斩啊 这把如果是张辽类的话 还是有的一打的 是吧 好 这一上来 飙风忠诚啊 张辽小乔 这两个配合的相当的默契啊 尤其是小乔的销魂 一弹啊 把曹毕在乱舞的时候 弹死曹毕 被玩杀啊 让我们收了三张牌 非常的爽 然后又把一个黑桃的露丝组 乐住贾许啊 眼看见啊 躲过一截 结果被贾许添过了啊 好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九杀 看我们目标选择啊 看来去杀谁 都是没有伞的 好 两个风骚的飙风忠诚过后啊 再看看这个四号位的忠诚 或者什么情况啊 主攻换成了孙笨 不是小胖了 是吧 也是一个主流的 哎 我们这个虽然以前是飙风武将 但现在已经改头换面了 戒刘备了啊 这一开起手手牌 相当的好啊 又有加以马 又有无中生有 又有万箭齐发啊 这对一个忠诚来说 还是非常爽的 而且我们还是不怕掉血的啊 掉了血 大不了给牌就回来了 好 手反不跳输一半 不连失 小梁子 跳了一个反贼 看元素是个什么情况啊 挂了一个藤甲 直接弃牌过啊 乐不思蜀 逼梁顺全弃了 应该想跳 一个内奸啊 估计是这个意思 咱俩两装备啊 这非常的幸福啊 这个开一个无中 是吧 但是开了无中 就会一出一张牌 哎呦 结果正好又是一个装备了 不动啊 正好手牌不许出 也不用给牌 直接不动 看看后面 好 李如跳了一反贼啊 然后往下架砍 是吧 然后弃两张牌过 看看灵统 是个什么情况啊 灵统挂了一个八卦阵 也跟我们一样 非常的幸福 直接弃两排旋风啊 这就来了 也是一个反贼啊 李如就砍到自己人了 当然也没关系 大不了帮灵统 这个发动技能 这个为国嘉徐 也是一个反 那我们的陆美人 就是忠诚了 这啪的一下 主攻孙奔 被打成了这个样子 看着这把反贼想速推啊 好 你要速推孙奔 你就要知道有后果的 哎 结果反贼又改变主意了啊 这个陆统这个决斗 怕孙奔觉醒 直接帮孙奔打了一个无懈啊 这样的话 相当于送了孙策一张牌 是吧 好 这个陆统还可以支霸啊 如果他的牌点数比较小的话 哎 陆统一个六点 一个桃给了孙奔啊 又支霸了一下元素 一个八点的杀啊 元素有一个Q点的铁锁连环 好 看我们的孙奔 动了啊 三血挂上麒麟弓 先杀 加许 嘣 加许 来一个雍迪 选择到雍了 李如是吧 当然我说过 加许雍迪这个技能 没有碰到特殊队友的话 大概就是一收益 说他用这个李如 李如一时半会还利用不了 这个目前来说 还能零收益 他摸了一个桃 就可以发挥收益了 好 这个布莲斯也两头之霸 有一个K点 把这个元素的Q点给搞掉 好 元素还能这样做看下去吗 不行了 元素果断掏出过河拆桥 反正这轮伤无限 最后终于在这个铁锁 没有无限了 好 我就等着你 没有无限 等这个 这么多暴力牌 先放一个蓝牌 看看情况 叮叮叮 好 加许是个杀 既然菊花露出来 那就好办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个酒还可以省着 酒可以给主攻 然后这个通过仁德 拿一个酒 一个火刹家具 嘯的一下子 夹许 凍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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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凍凰 林桶也是 凰凍凍凍凱凭了 是吧 加许要求一个桃 布莲斯出了 林桶也要求一个桃 是吧 看看还有 我们说 李如出了 大家都不死 是吧 都一雪挂着 咱再给你一个万剑齐发 我看你们还能撑多久 李如还有个9 林桶有八角阵 夹许 你们还有桃子吗 刚才已经两个桃炸出来了 是吧 现在看看还炸不炸出来 没有了 倒下这三张牌 给了一个诸葛联弩 两个杀 陆迅竟然稀有离析 直接给我们 这个捕了一张牌 自己露出了菊花 是吧 我们果断借元素的刀 又给了这个布联施一下 然后两个杀不多不少 正好毒死女物 然后还有一个蓝盘露心 这下是灵桶挡了第一个蓝盘 挡不住第二个蓝盘 这个陆迅掉血 布联施掉血 挂上剪一把 啪的一下子 直接全凸下了布联施 作为最后死了一个反贼 他只能追忆内奸了 好 往这个决斗来送个觉醒 咱们这有桃 又五股丰登 表示毫无压力 好 这个元素 只要他撕票 撕不死 主攻的话 我们就赢定了 看看这个元素 有没有撕票的本事了 是吧 好 陆迅这一个制霸 然后是主攻 哎呀 我们的桃子刚才没有 不能再给主攻 这是借刘备 给了主攻一次 就不能再给第二次了 好 这个主攻用红砂刷刷牌 是不错的 哎呀 终于来了桃子 既然来了桃子 那问题就不大了 是吧 比较高尸主攻 是没那么容易的 元素还比较有节操 这个九杀 选择杀陆逊 没有杀这个孙奔 乖乖的 在那个举起了 白雷库 这把第一轮戒刘备 不动 稳如泰山 第二轮一动 立马就一飞冲天 四个反贼 全部被我们给打趴下了 好 刚才那几把都是老忠诚了 是吧 这回我们来看一个 稍微新一点的武将 他当的忠臣 主攻是P公子 看看这里好多 比较新的 我们选了一个最新的 2016年的李延 是吧 李延这个武将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摸能唇 相当的犀利 但是有很多人认为 他都良零收益 是吧 我说 如果数学不好 玩伤务杀是有压力的 回去好好算算 好 这个曹丕选择盲狙张卢 周泰选择了 跳了一个反贼 替张卢补牌 张卢也果然是反贼 把曹丕给乐住了 是吧 好我们不管那么多 搞这个这个戒马操 是吧 马操的牌给摸了 摸了之后 这个周泰好像没有反应 是吧 所以这个周泰可能觉得 马操不一定是反 当然我们搞了马操一下 马操他就在我们下家 如果我们都良 对他的这个压制 不是很明显 这个延迟性 这个延迟摸牌 造成的副收益不是很大 因为他在我们下家 马上动 如果我们动上家的张卢的牌 让他延迟摸牌 那个收益就比较高了 但现在投停的是 这个周泰 是反贼 如果我们搞 多良反贼的话 有可能会触发他的奋机 是吧 好 这时候蔡文基 先杀一下 然后再喝酒 是吧 顺落智周泰一下 再一个酒杀 让元素掉了凉血 相当的犀利 数人头的话 这个曹子就是忠诚了 这个元素一上来 看来就要撬辫子的节奏 曹子手上这么多牌 被周泰准确的拆掉了 这个这个女王盾 真是不容易 好 曹子来了 打着一个决斗手上一把杀 马曹肯定是不会给他拼的 好 这个铁主连环拆掉了 这个乐不世俗 然后一个九杀 他既然九杀 为什么不翻面九杀 这可以让主攻把你翻过来 是吧 曹子居然没有选择翻面九杀的话 那曹主攻只能翻这个元素了 好 这个南蛮路青 这明摆的是要把元素给翻过来 结果元素怕 主攻死了 但是打了一个无蟹 那个不让主攻再掉血 好 曹子又打了一个桃圆结义 看样子元素忠诚之王 曹子就是内劫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进入了小小的劣势 是吧 这是人头上面 我们已经少了一个 但是剑马操只有 只有一个一排一血 我们还是很有希望 把他拿下的 好 张武杀曹子 曹子把这个藤甲给拿过去 这个是划不来的 这样给了张武 再放两个米的 这个回合外又过 两个牌的这种 这个幸福 好 我们现在因为有周泰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找队友搞度量 找队友度量 为了不给曹丕造成延迟 补牌的效果 我们又会选择度量的第二项 是吧 让他观看排队顶的两个牌 然后获得其中的基本牌 好 这时候曹池不翻面 他没法翻面 被这个马操屏蔽的禁 我们救了他一下 毕竟 虽然他的内奸 本来人数上就占劣势 希望曹池能够动一动 好 张武回合外 把自己的米用掉 但是他这个酒 是一个梅花的米 被曹池给拿去了 那曹池肯定是死不了了 周泰还断杀了 好 曹池来了 这一杀 周泰肯定死不了 第一个布区 在头上 曹池哎呦可惜 你就干这么多 你还不如一个酒杀拍过去 是吧 当然他酒杀拍了 他也是一个一个窗 没任何区别 好 果河拆桥 然后来一个沙漠 铁锁连环 还要捆帮 play 往下去 你看你既然有雷煞 你干嘛不拆破了 这个手牌 那要拆腾甲 是吧 我们感谢张武 这个动作我们少掉 一定学 好 继续让曹匹补牌 拿一张补两张 非常的爽 刚才是一个两收椅 运气不错 一般来说两张牌里面有一张基本牌 是吧 好 我们终于干掉了 剑马操 然后手上这么多牌 是不用气的 毕竟复林霸个技能 这个过额三小 我们准备 这个抓住机会 然后再用 是吧 不慌着用 好 周泰继续卖他的血 我们希望他的窗越多越好 是吧 免得我们多量的时候 他老是在那奋机 麻烦 你窗多了 奋机就不会横给力了 你三个窗 有点差不多要完的节奏了 好 曹平乐不思路是不可能添过的 只能传给弟弟一点牌 好 张鲁在找周泰来嗨 周泰第四个部区就重复了 倒下了 张鲁收了三张牌 然后我们拿了他一个米 这样他又可以回合外 再继续玩了 我觉得可以不拿这个米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张鲁回合外又过了两张牌 然后我们这些牌已经足够暴力了 这个比较麻烦的 周泰已经倒下了 这一个火宫 一个张鲁 这都良张鲁一下子一抢 就是一个桃 再一个过后赛 哇 一过后赛又是一个桃 张鲁说桃被搞得差多 只能来这个陈琴 但他又没有方片 蔡文基也倒在了我们的手下 好 那现在这个要不要先干掉内肩呢 我们心暖了一下 没有干内肩 当然我们也只有一个杀 如果我们要干内肩的话 很有可能让祖公误以为我们吃累 先不用慌 好 曹植这个蓝蛮 还有一个反贼的情况下 曹植放蓝蛮 肯定是被祖公翻了 同时曹植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差 他现在跳泪 也是死路一条 这把我们基本上已经拿下了 是吧 看我们是先和谐类 还是先和谐反 我们直接一个蓝蛮 内肩也不想再挣扎了 如果他翻面的话 我们就把他给和谐了 和谐拉倒 是吧 当然就怕祖公有桃子 一救他就翻坏了 好 我们的诸葛连鲁 从服装亮了出来 张鲁还不肯死 打成了这个样子 他因为被翻面了 大家看见没有 都良二 两个都良二 全部紧在他头上 只有都良的延迟性就体现出来了 理论上我们都良 他回合外多摸一张是个一收一 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多摸 延迟效果一直坑着他 实际上我们多了他两次 造成了四收一 每度一次就是一个两收一 他少一张 多一张 他不给他补的那张 他迟迟没有拿到 就已经一命模糊了 好 放了这么多忠诚 看看犯贼 是吧 这回二号位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犯贼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主公选择了袁绍 大家看着我们选杨框 就知道我们选啥了 没错 就是神曹操 这个开刀神曹操 还是非常有运气的 现在的神曹操改了一下 把它改弱了一点点 是吧 这样归星的牌已经不由 神曹操选择了 而是系统随机来选牌 是吧 这个归星 所以比以前的神曹操 还是弱了一点 袁绍看到神曹操 还是照放不务 老战就来 这个周公屠服 天下归星 我们还可以选择 优先获得哪个区域的牌 这个倒是不错 这样的话 在别人同时有装备 跟这个手牌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优先手牌 还是优先装备 这点还是挺好的 好 袁绍这么一放 被我们归星了一次 被赵云冲了一次 再就不一定放出来了 他打了下八号位的张飞 张飞就比较屌丝了 连个戒张飞都没有 是吧 看看我们神曹操 这就是茶具 好 终会吃了一个桃 挂了个简易码 低调不动 这个学术 看他包养谁了 是吧 这个过河拆桥 拆我们跳的是忠诚 可以给人刷补补牌 绝对不补 不补的话 赵云就对你补课引气了 赵云跳了一个凡 伍国泰 要不要换一换 伍国泰来杀我们 那咱直接再来 直接又进行翻面状态 伍国泰看样子也是忠 我们又把我们翻面了 咱已经有了这个诸葛联谷 是吧 这个夹学也来搞我们 那这样的话 这个身份就是对了 三个钟四个凡 应该是如此了 好 哎呀 这袁绍想想想想 想干嘛 正好让我们翻过来 这一放 呱的一下子 正面翻过来 那后面就不用打了 这袁绍技能不发动 不舒服 司机 是吧 那我们只能说 你悲剧了 这一行动你是死透了 先是忠诚无国泰 倒下 无国泰已经不用再挣扎了 再借赵云的刀 我们要完成七连斩 这意思还不光搞死主攻 我们要七连斩 一个个的被我们干掉 两个活攻在干飞 贾许 贾许是个反 贾许是个反 那还有一个是谁呢 看来中会 是个类 贾许是个反 是个反你猜我们干嘛 想不通 好 我们七连斩霸业完成了 最后三个杀 就可以带飞袁绍 杀还多的不得了 一个杀 两个杀 三个杀 这个尽情的享受 土豪武将的快感 那个神双双 感觉改落了一点 也没有特别落 因为你可以选择优先 拿区域里的哪个牌 实际上还是 跟你自己随机选择 是差的不是太多 稍微落一点点 也没有太落 所以说神双双 在八人军阵局 实力还是在这里的 他的确定就是在残局 人越少 他这个贵心的技能收益 就越低 在前期人多的时候很爽 人越来越少 如果没有像这样一波 打出优势 拖到后面 神双双就比较废了 好 这里又是一个反贼 主公选择到张角 看我们这个反贼选谁 猜对了没 就是张让 刚才建设了土豪 神朝朝 不光是土豪 土豪加红运当头 神朝朝 这回再来一个张让 张让其实不是特别的土豪 当初卖的时候 也没有卖的特别贵 不像什么陈玉 这种乌吐鼓这样的变态武将 好 张让当反贼的人 你是一直受到质疑的 是吧 张让中 咱就不多放了 张让反 我也放过几次 还有一个反之我自己亲自打的 所以至少希望我的观众们 不用怀疑他犯贼的强度 二号位 左辞跳了一个钟 王狙接王盖 接王盖确实有点相反 毕竟克制张角不能闪 庞德也是个钟 这是一个火宫 一个过河拆桥 一个沙 庞德北巨来 这是要玩的节奏 好 冰箱穿战天过 张角也没想改的意思 是吧 这个觉得这个已经搞成这样了 咱就不压制他了 好 二张也跳了一个反 这个庞德开始 啊不 这个剑皇盖开始报复庞德 也跳了一个反 咱们就开始玩了 这个铁锁连环 咱们连了黄盖跟张角 准备把黄盖也收了 好 我们用这个麒麟弓 一个无蟹 从黄盖这里得到一口酒 然后再来一个铁锁连环 找黄盖要牌 要掉了黄盖的一个伞 然后这个九杀下去 主攻 这个黄盖的三张牌 归我们主攻两个忠臣 一共要掉九血 是吧 左辞 求一个桃 这个庞德求两个桃 是吧 是吧 赤马懿 跳了钟 庞德吃了一个桃 还是倒下了 在一个决斗 打在左辞身上 哎呀 张角表示咱还要逃 咱再来一个铁锁连环 再来一个决斗 用这个朱雀鱼扇当决斗 把这个左辞还没搞死 找鲁术要牌 是吧 因为钟神都已经出来了 鲁术直接传递 我们一个柱给连鲁 那还看客气个啥 又是一个啥 你再不死 你空城 那再放个南半路青 我们就完了吗 这南半路青来了 这个司法一反馈 无所谓 这南半路青 下去左辞要倒下了 咱这一动 收了一个反贼的人头 干掉一个内奸 一个忠诚 同时张角搞成一血 但是我们在南半路青 要牌的时候 鲁术就没给了 不知道为啥 还得很白白的 真是白白的掉了 这个一滴血 是吧 好 这首二张鲁术 是我们的队友 我们现在人数上 是占着优势 但是这个在行动力上 还是差一点 因为张角有可能 还会劈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散了 哎呦 这个乐还被赤马一给顺了 当然他不顺的话 留一张红桃 也是搞不动的 好 这个批鲁术是死定了 张角是有一个黑桃的 二张只要是没有桃 鲁术就倒下了 好 鲁术倒下了 因为刚才还卡了一下 看样子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 还是先存一下 保险一点 好 我们三位二的人数优势 已经没有了 现在进入了 这个二位二 但是主攻只有一血 咱们贝勒压力不大 咱有二张 这个在这里看着 贝勒了无所谓 直接弃牌给二张 然后司马懿也只有一血 二张也还有寒冰剑 差不多搞死司马懿 还是值得期待的 这个直剑 你一个九杀 司马懿没闪的话 就白白吧 还要两个逃 估计主组方已经逃不出来 两个逃了 这个司马懿 一杯带飞 我们又进入了二位一 回关 主攻 我们还有一堆 逃乱没用的 刚才是被乐了 是吧 这回才第三轮 第一轮就逃乱的毁天灭地 第二轮被乐 第三轮张角 你就腊命 来 是吧 看着这牌 一个过拆 一个顺手 一个九杀 咱就赢了 是吧 一个过拆脚 找二张肯定能要到 二张没牌 他两个装备 都是可以给我们的 是吧 然后现在已经不用 不说了 一个九杀 张角飞了 是吧 再次证明 张让反贼的强度 是不用怀疑的 这么多锦囊 你甩过去 你还怕赢不了 就是这种 失衡武将 拿出来 就是来欺负 吊丝 吊丝们的 咱们毕竟是土豪 这个世界谁说了算 咱曾经刺叉风云 虽然是太监 但是也有我们 辉煌的时候 好 今天是几期 简单明快的 忠诚跟反贼 住相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接下来我们看看三国 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 张辽的故事 是吧 张辽最出名的 就是在逍遥金之战 那个打了孙权 那是丢盔弃甲 据传闻 吴国的人 这个都是用张辽 来吓唬他的小孩子 是吧 如果小孩子不听话 就说张辽来了 这样小孩子 那个晚就不敢吓哭 吓唬了 是吧 可见张辽在逍遥金 是多么的威武 然后大家看这里的介绍 这是多次见底熊 以八百人突袭 孙权十万大军 皆望风披靡 八百破十万 这是什么概念 是一比一百二十五的 这种比例 打败的敌人 是吧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这就是胡扯 就是狂吹 因为 这稍微有点常识的 就知道以少生多 肯定不可能是这么个胜罚 但是始组上经常 这个信誓旦旦的 写这么斜 是吧 那个更加经典的 还有后面的 写经常 我方降临什么 五百破十万 还有什么 这破一大堆 都是这么个吹法 好 张辽这一战 留下的记录 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这个八百破十万 就是个段子 就是一个吹流 是吧 实际上 在当时的战场上 张辽是占兵里优势的 因为张辽的突袭 他是突袭两个人 三无杂的技能 这个是很有契合度的 因为他本来打孙权 也就打了两次 第一次是在孙权 大军集合之前 他来了一次突袭 打了孙权 措手不及 是吧 这次他只带了八百人 但这八百人并没有破十万 只是给了孙权一个下马威 就退回去了 然后孙权就开始攻合肥城了 攻了一段时间 没攻下来 孙权这边又得了病 就开始撤退了 然后真正让张辽 威震 东吴威震 天下的 是第二次突袭 是在孙权撤退的时候 撤在逍遥金的这个地方 我们从甘陵和灵统的传记 可以看到孙权 作为一个主攻 他身先士卒 冲锋的时候 冲在最前 撤退的时候 他来殿后 是吧 他让其他人先走 他自己 留在队伍的最后面 这样他的十万大军 大部分都已经渡过了 这个河 结果他还剩一千百人 在河对岸的时候 被河水隔开的时候 张辽准确的抓住了这个时期 开始进攻了 张辽在合肥的军队 有七千人 当时孙权被隔在河对岸的 只有一千人 我们不知道张辽 拿了多少人来追击孙权 那肯定可以想象 他绝对是占了兵力上的优势的 这一下子 打了孙权就麻烦了 整个东吴大军就麻烦了 因为孙权 他本身被隔在河对岸了 如果不是因为孙权 自己亲身断后 身先士足的断后的话 那很简单 大家赶紧撤就行了 只有千百人在对岸 大家马上开始撤退的话 张辽顶多杀个几百人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功劳 是吧 但因为孙权在 那就没办法了 当时留在对岸的还有一堆高级将军 也都在 为了保护孙权 那是拼命的打 孙子兵法 有句话叫做小敌之坚 大敌之情 我们玩极之战略游戏 也知道 如果在具体的战略上 被敌人方的优势兵力给抓住了 我们要最好的策略 就是走为上 赶紧撤退 千万不要跟他死拖 拖得越久 你的损失越大 小敌之坚 大敌之情 就这个意思 但是没办法 谁叫君主 被在这一切人中间 所以洞无方只能咬着牙 拼命的跟张辽扛 就会造成了非常大的牺牲 孙权还差点没逃走 幸亏他的马比较给力 认识跳过了被张辽拆断的桥 逃得了一命 但是他的这些将领损失非常的惨重 还好没有一个高级将领阵争 但是他们手下的清兵都死的 也是一塌糊涂 尤其是林统 手下的清卫队 基本上全部死光了 林统也受了很重的伤 然后是脱了盔甲 从水里游过河的 才逃得了一命 当时孙权见到林统是非常的高兴 发现林统没死 松了一口气 同时贺琦也劝孙权以后要注意了 我知道您身先自主 是吧 有模范带头之用以后 但是不能作为君主 万人 这个万金之躯 不能这样随便 这个陷地 实在是太危险了 孙权也点头跟贺琦说 是的 我会注意的 但是这一仗而且张辽应该是不知道孙权被隔在核权案的 是吧 因为他有一个记载是他看见有一个人上短下长坐在马上 特别会射箭 很牛逼的样子 他当时问一个吴国的祥将 这个人是谁 那个祥将告诉他 就是孙会计 就是孙会计 就是孙权 因为孙权可能当然是当过什么会计太守之类的 所以说张辽这一次这个突袭是以优势的兵力抓住了这个时机 然后在具体的孝亚金战场上应该是以这个三比一还是四比一的优势兵力 因为他有七千人孙权只有千百人 这种情况下打了孙权 丢亏气甲 这个造成了大功 在史书上看见这种八百破十万的段子千万不要随便相信 因为以前的这个文字记录比较少 战争的细节咱不是很清楚 是吧 只能听这些人胡吹 只能是这个心理存个怀疑 但现在的这个现代战争的记录比较详细 我们知道很多军神级的人物都是没法 这个八百破十万 别说八百破十万了 以一比二的比例跟别人打仗都不一定打得赢 我们的著名的军神欧洲的拿破仑 在一个莱比锡战役 就是以一个十九万大军打三十万大军 这种比例一比二都不到 就被别人打得丢亏气甲了 是吧 共同党同时盟军也攻入了巴黎 拿破仑第一次被囚踩倒 就是这一仗失败造成的 后来那个滑铁卢战役就更不用说了 他手下格鲁西将军 那三万三千兵没有及时赶到战场 就因为少了这三万三千人 拿破仑就被威林顿给灭了 是吧 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东山再起了 可见具体的战场上 兵力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八百破十万的传说 应该都只是吹牛的段子 好 今天谈谈国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说